李子佳将成立羽毛球俱乐部 陈甲银可继续指教他 大马青年体育部副部长拿督斯李正联科 在社交媒体宣布 体育专员署批准成立李子佳羽球俱乐部 他说 感谢体育专员伊布拉辛 批准成立李子佳羽球俱乐部 印尼籍教练陈甲银与大马羽协的合约 在3月31日届满后将成为李子佳的教练 青体部官员也协助处理陈甲银的工作准证 及移民局所需要的要求和文件 他指出 大马羽协也同意让陈甲银前往李子佳俱乐部职教 继续训练李子佳 我预祝李子佳和俱乐部在未来取得成功 大马头号男单李子佳 也确认印尼籍教练陈甲银将加他的训练团队 也很开心能再次与青少年 及大马国家羽球队 后背队时期的教练之一陈甲银合作 李子佳表示 正如大家在父亲体部长 拿督斯里正联科脸书上所看到的消息 陈甲银将成我的教练 成为我的团队成员之一 接下来还会有其他成员 如治疗师和体能师 在亚洲羽球团体赛之后 李子佳将参加三月的德国超级三百赛 和全英超级一千赛 李子佳表示 希望能带自己的团队到欧洲参赛 对于再次获得陈甲银执教 李子佳表示很开心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从我在国亲队升至国语后背队时 都是由陈甲银教练带领我成长 可以说她是其中一位栽培我成长 并取得目前成绩的教练之一 陈甲银是一位很照顾球员的教练 我以前在她麾下时 她会给予我很多忠告 像把我当成她的孩子 这也是我信任她 并请她加入我团队的原因 她也是我离开国家队后 唯一洽谈的教练 两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是李子佳的主要目标 所以她与陈甲银教练的合作 将以此目标前进 至于成立李子佳俱乐部的原因 李子佳解释最主要的目的 只是为了聘请陈甲银教练 而不是为了经营与球俱乐部 所以她的俱乐部 目前还没有确定地点 接下来 李子佳会继续和自由人球员 如刘国伦和宋俊伟一起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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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球俱乐部